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滴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轻轻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 这份爱太浓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爱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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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 是 一伯 这位是风月传者的恩人 是今天的贵笔 您好 您 您好 您好 报私啊 我真愿以为善不予为人之啊 这下连公司高层都知道 我是只血牛了 大老板 我坐在这里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 我 这边都是大人物哎 我人们严谨 随便做一个角落礼就好了 你记住他 你是恩人 非常感谢大家出席我们儿子的满月酒 谢谢大家 我们敬你们一杯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妈 快吃菜 趁热吃 先生 吃呀 快点 别客气 好 好 这菜真不错啊 大家一起吃吧 多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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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来 多吃一点 好吃吗 好酥 好 来 喝一杯吧 来 敬你一杯 今天夏天选得不错 事业上最遥远的距离 目光于心仪的男人旁边坐满了美女 却没有我的位子 严总 冯小姐 我敬你们一杯 谢谢珊珊 谢谢珊珊 不客气 大 大老板 我 我也敬你一杯 我开车不能喝酒 你替我喝了 你替我喝了 今年时间不早了 病毒尽了 我那有事 我先走 我喝完啊 您慢慢喝 好 叶伯 谢谢叶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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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那我也先走了啊 再见 站站 你留下的陪我送客 请坐 老板 我也是客人 我有送礼的 但是老板还没走 员工可以走吗 当然不能走了 员工留下来陪老板 送客 送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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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快带 拜拜 拜拜 谢谢 万总 万总 谢谢 拜拜 万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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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看 judgments 好 我是小偷儿的 可以吗 우리는 跟我们 老板 你不是说有人送我吗 怎么走了 我不是人吗 上车 谢谢老板 你前面路口停一下 怎么 我要去吃牛肉面 我中午宴会真的吃得挺饱的 只不过都消化掉了 而且我是大胃以来的 我还得再吃 也是时候该吃饭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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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谢谢老板 我先下车啦 大老板 不用你送啦 我吃完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谢谢你啊 吃牛肉面 你 你不会也要吃吧 不可以吗 我刚好也消化掉了 难道我的消化系统还不如你 秀小姐 你来了 里边请 里边请啊 来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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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坐 去吧 薛小姐 你今天吃什么呀 老板 你吃什么呀 跟你一样 两碗牛肉面 一碗大的 一碗小的 你今天吃小碗的啦 对 我今天吃小的 那你坐一会儿啊 我去给你坐 谢谢老板娘 好嘞 慢慢吃啊 怎么了 老板 是不合胃口吗 不对啊 你 再换一碗吧 我不吃香菜 你不吃香菜啊 没 没关系啊 我给你跳出来就好了嘛 不然 你丢掉多浪费呀 好了 可以吃了 好吃吗 好吃吗 还不错 面也不错 我每天晚上都会来这里吃的 特别好吃 那你多吃一点啊 谢谢大老板 谢谢大老板 大老板 但是就慢慢吃了 我还没时间打开 谢谢大老板 白毅 Chocolate people love them 判断这行s 我不想stop 我各位 disad� tan 得到我刚或后还有一个 fällt 跟土豪做朋友了吗 今儿愉快 愉快 非常愉快 谢谢老板 老板再见 老板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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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行 跑车 老无把 还跟老板一起吃牛肉面 这个佳琪也太梦幻了吧 我是在梦里吗 没想到公司一个小小的职员 竟然因为给老板的妹妹献血 就能够跟老板共同聊天吃牛肉面 她那个贵族肠胃 得消化两天才能恢复呢吧 你会不会拉肚子呢 我竟然还坐了老板的跑车回家 天啊 过去这一个月实在是太喘气了吧 不禁膽�어 不禁更 Insert 才能接下这些负责 划来与老板的擦肩而过呀 你不�를让子 看一睏 很 tsk wiggle 来 来 来 明书店在公司附近找了一个门面 已经是第三家店了 昨天我参加完练习 没有时间准备食材 所以不好意思 两位今天中午没有午饭吃 不过一会儿呢 我从书店回来 如果有时间 心情还好的话 我会给你们准备吃的 然后派人给你们送过去 到了外面 宝贝啊 我说外面这么冷还下雪 你这刚出月子 就别出去了 不就是个新店吗 是弄装修吗 我快被憋坏了 我好心给人介绍女朋友 被人嫌弃 我好心当成驴肝肺 我要出去透透气 我气 小姐的盒饭呢 不送了 她这也不想吃 也好 反正一下雪 是 是 我跟你说 今天天气不适合住门 中午的午饭我们自己解决 还有燕青 嗯 等一下要开会 我帮你去书店看一下 好 饭和书店都不是重点 你知道我说的重点是什么 千万不要把你的重点放在我的感觉上来 没经过我同意约了那些女孩辜负了人家 不是我的所谓 我也不会说对不起知道吗 好 好 您慢慢吃吧 算了宝贝你别气了啊 你哥是什么个性你最清楚了 从小跟他长大人 就是这么去 那怎么办呢 你游他去吧 游他去 你知道他个性有多么挑剔吗 你看看啊 我们吃多少东西 他就喝个粥 他要像这样下去的话 他会找不着老婆的 他会鼓老一声的 不像以后我老的时候 他变成一个更怪的怪老头 坐在躺椅上 一边感叹年华逝去 一边看着自己 习下无儿无女还没有老婆 最后 一迪雷 从他英俊且苍老的脸庞上 缓缓地游下 你有没有听我再说呀 我 我有啊 你不知道 你会这么说呀 我会因为真的只是 好 薛珍珍 你是要偷我的车吗 大老板 早 现在时间不早了 你上门马上就要迟到了 好 我 我马上就走 我 来 还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静静地陪着你 等待那一天 我 我先走了 这份爱太弄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演出 薛珍珍 神谙 世界上最糟的事 应该是连 dém�在老爸和 心仪的人面前摔倒吧 我这是做的什么念啊 老天 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 你鬼鬼祟祟干嘛呢 还好吗 还好 起来吧 起睡 你好睡啊 走 我扶你进去吧 起来吧 很疼吗 还好 来 穿点啊 那边那边 拍照 七叔 干嘛呢 我等个人 等谁啊 珊珊 你们好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拜拜 谢谢你啊 怎么样啊 刚才那胶可摔得不轻啊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没事没事的 只要不摔得头破血流 我就都没问题的 不过就算是摔得头破血流 我也会很开心恢复的 你可千万别 你可别在我面前摔得头破血流啊 这要让风头风月知道了 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 你要没事了 那我先回办公室啊 以后走路小心点 拜拜 拜拜 珊珊 杜凡 你这是 我 我那个刚才不小心 在学历里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 你 你这衣服怎么都湿了呀 你交给我吧 我用春风机帮你吹干 没事啊 这一会儿就干了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交给我吧 再说了 整个集团估计也就只有我们总部处能有吹风机 那好吧 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吧 我请客就当然是谢谢你 好啊 那好吧 那我先走了啊 交给你了 好 放心吧 拜拜 拜拜 中午见 拜拜 好吧 今天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吧 虽然摔得我的屁股都快变成八瓣了 但是你想到被整齐 哎呀 薛珊珊你在想什么呀 不过最重要的是 终于没有猪肝盒饭了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天哪 什么事呢 气色不错嘛 是不是 有什么好事呀 是好事怎么会发生的嘛 什么好事啊 好 听说今天你跟齐帅是裸着腰进公司的 是不是要给我们宣布联系了 不过我听说不是杜凡这套烘干的衣服 真是什么情况 哎呀 杜凡啊肯定是听齐帅的交代 这个齐帅真的好贴心啊 想也知道 珊珊原来是因为齐帅才跟老板拍上交情的 真羡慕 真羡慕 你马上就要进入上流社会了呀 有朝一日也变成了护上民远 可不要忘了我们啊 就是 就是就是啊 对啊对啊对啊 不要忘了我们啊 这就是办公室的八卦文化嘛 这还不到中午呢 终于办公室人都知道了 还好没人看见老板从血队里把我拉起来 不然我还真变成老板夫人呢 那个 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一句都听不懂 听不懂的 听不懂的 你很简单 吃饭了 我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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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珊 你今天不吃老板送的盒饭了 我已经跟老板说了 让老板别送饭了 我们今天跟老板一起吃 我请客 你这么厉害 你让老板别送 老板就不送了 什么呀 你别说得好像老板很贴我的似的 我要是能左手飞云 右手负雨 那整个风腾不就成我的了 珊珊 我果然是小看你了 原来奇帅都不能够满足你的野心啊 你这说什么不是那个意思 好了好了 吃饭去了 再大的恩情送音乐就够了 总不能让老板送一辈子吧 喂 喂 阿妹 你不不今天又是来给我送午饭的吧 没有 那就好 那就好 那我们就去吃饭了啊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我们请你吃饭 好呀 那这个礼拜天我们一起逛街吧 我正好想买衣服 好啊好啊 那你到时候联系我 好 珊珊 老板呢是没叫我送午饭下去 不过呀 他叫你上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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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什么 午饭啊 午饭啊 你没听错吧 没有 阿妹 能不能麻烦你把电话拿给老板啊 好 你等一等啊 我问一下 老板 老板 我是 薛珊珊呀 什么事啊 是那个 关于盒饭的事 那天 那个 凤小姐说 关于午饭的事情 薛小姐 我想我请秘书不是为了你服务的吧 对呀对呀 老板英明 你总是让阿妹给我送饭 这就是对人力罪的一大浪费啊 所以要再也不要麻烦阿妹给我送饭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 自己商量他 怎么了 还有什么事 快快跟我说说 跟我说说呀 你去跟东方一起吃饭吧 我辛苦了 就二十块钱 婶婶你可真大方 够了吧 好了好了 你是不是又有饭盒吃了 看来老板真打算养你一辈子 以后我可就靠你来提鞋了 提什么鞋呀 你别说提鞋 以后你让我给你擦鞋都行 我去吃饭 我去吃饭吧 谢谢你的钱 不行 这件事情我今天一定要跟老板说清楚 勇绝后患 冲啊 给你把饭盒 store 有什么哗 我才准备你 到底提鞋都行 我呢 你行看 你猫 我可以赶快去吃药 你赶快去吃药 出去吧 能不能麻烦你 展高老板 让她以后 千万不要再给我送盒饭了 我以后再也不来打扰她的工作了 你知不知道 峰小姐的电话呀 能不能告诉我 我亲自跟她说也行 就算我有 峰小姐的电话号码 也不能随便给别人的呀 而且啊 不管明天有没有盒饭 今天啊就是有 所以啊 别人快点进去吧 老板在里面等着你了 快点帮我进去工作 不是啊 乖啊 别磨刺了 珊珊别磨刺了 我进去工作了 老板出来接你啊 来 来 老板 珊珊珊到了 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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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珊珊 珊珊 进去吧 我进去吧 别再来 老板 珊珊珊 老板认真工作的样子 老板认真工作的样子 还挺帅的啊 我的心脏怎么跳得这么快 这就是这肉中的胸口 有一只小鹿在乱踹吗 许珊珊 过来 不许珊珊珊 刚刚我是被老板的美色诱惑了吗 不过他刚刚叫我名字的时候 真是太让人陶醉了 怎么从他这里念出来我的名字 就那么好听啊 多说越危险的生物外表就越吸引人 果然是真的 先进去去 先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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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在念照吗 没 没有 稍微等我一下 我没问题的 你忙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你的盒饭在那边 天呐 这个冯小姐怎么越来越夸张了 一个变两个 难道真的要帮我养成飞雪牛吗 那个两个 老板 我真的吃不了 太多了 其中有一个是我的 那个老板 我已经跟分小姐说了 不要再给我送盒饭了 我真的不能再吃了 都是吃什么补什么 你看我面色红色有光泽 再这样吃下去的话 我真的要撑出了 她的事情我管不了 你去跟她说 那我怎么联系冯小姐呀 她去欧洲了 一个月后回来 一个月 那 那就是说我 我还要再吃一个月的 喝 喝饭啊 薰小姐 你是不是特别不好意思 这么白吃白喝呀 是啊是啊是啊 我公不说路嘛 怎么能白吃白喝呢 我妈说了 是人家最早拿人家手的 我现在都已经很强发展了 我真的不经常算了 全体这么不好意思 她就做点事情 抵餐费吧 帮我把这个菜里面的胡萝卜丝 还有这个菜里面的青椒丝 都挑出来 挑仔细一点 就像那天挑香菜一样 好歹我也是个财务助理啊 虽然不是领派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但再怎么说 我也是一个大学生 现在沦为挑菜工 肯定不适合饭 肯定不适合饭 挑完了 你要去哪儿 我有说过这儿你拿走吃吗 可是我在这儿吃会打扰您 就在这里 可是老板 我不想吃第二排 嗯 嗯 薛月山你吃那么快 嗯 其实要走吗 嗯 嗯 吃饭的速度 必须要跟我一样 我伪张得如此小心 还是被你识破了 过完事老板 逃不过你的法眼 嗯 怎么还有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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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能做好的 就只有吃饭了 我能做好的事情多了 我还能睡觉 还能发呆 还能花痴 嗯 老板 下午的会议流程 放你的桌上了 你们慢慢吃 我先出去了 好 好 薛珊珊和老板在吃饭 没事不要打扰 虎珊珊和老板在吃饭 没事不要打扰 虎珊珊和老板在吃饭 没事不要打扰 虎珊珊和老板在吃饭 Shoek Woo 好 下班了 下班 下班 下班了 下班了 拜拜 辛苦了 明天见 不辛苦了 明天见 见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来吧 这边 我来吧 我去见 你去见 我来说 我来的 我来的 他都说我来的 原来如此 连肚烦都知道了 天哪 苗元的力量也太可怕了吧 这么快就传遍公司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总之啊 我这儿就是去挑菜 不是跟老板吃饭 这点我一定要澄清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疯疼 他可以让他的秘书去做吗 不喜欢可以让厨师不做 对啊 他干嘛非得让你去跟他挑菜啊 是 帮你一块 现在这儿有钱人 想法真的是奇怪 帅哥 你也挺奇怪的 你管你们老板知乎大名的 我那得看我心情 我心情好的话我就管他叫小疼 或者叫疼他 哎 参参要我说啊 你真没必要在意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再说了 好多人巴不得给大老板挑菜呢 你就陷了一次血 人家请你吃那么多饭 你本都回来了 回馈一下也是可以的嘛 我这是一点都没觉得老板这是在帮我 就因为这件事情 我在公司面前有多少同事 都在挤怼我 我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真的是跳进黄浦江都洗不清了 有 有我支持你啊 轻则自轻 我这是重者 天天为我吃猪肝 你看我这脸胖了都能挤出油来了 我帮你接着点 他怎么老不上线啊 谁逛我过不去 我到QQ找他 你们这都进展到 加QQ网友的程度了 当然啊 必须的 来 算了 巧了 我的网友也在QQ我上QQ呢 你也玩游戏啊 我就是下班了以后一个人随便玩着玩 神来 他连我在朋友家吃饭他都知道 我也给他回一天 天王盖地虎 小姐都磨过 你是 低调的方法 你 你 以水之欢 哇塞 这是言得出啊 网络世界的虚拟情侣 在现实中相认了吗 我都等你好久了 你瞎遥命啊 你 你这个 你这个帮 尽有帮助 你不得真相 有家伙 我打死你 我欠你条条来到上海 进入风腾认识了奇帅 这算不算是一种缘分呢 他是总监 我是助理 这就好比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 地上的星星啊 要让他正眼地看上我 那还真是要有逆天的奇迹呢 我是相信奇迹 但我不相信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了 薛珍珊 你在想什么呀 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 一投入就害怕失去 如果开始是为了别离 注定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 明知道和你没有输意 可想你还是情不自禁 心疼的告诉自己 该忘记这样的关系 还想你 还想你总是尘不由己 明知自己骗自己 也无法再鼓起勇气 说爱你 爱你 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